朋友们大家好啊 最近跟大家聊的有点少啊 家里有好多事 那个我们还得接着挺川大爷哈 你让我割舍跟川大爷之间的感情 是吧 这我难以做到啊 这个川普啊 我们为他天长挂肚啊 为他这个魂牵梦绕 哎呀 为他这个茶饭不思啊 这个 川普啊 我们爱上川普了 这个 这有一大哥啊 这个红二代啊 红二代里边的明白人 聪明人 也是有良知的 有良心的 也是有影响力的啊 他的名我就不说了啊 他这个社会交集面特别广啊 在这个海内外啊 中美啊 很多地方都有影响力啊 他还是那个中央党校那位 被这个叫什么 取消了退休待遇的蔡教授 哎呦 这猫来了 猫来了 猫来了啊 这个取消了退休待遇的蔡教授的好朋友啊 我们听听这位大哥啊 他的高论啊 关于这个 这次美国大选啊 关于川普 关于拜登啊 等等等等啊 殿家 那个 你姓吗 对啊 我记得你 你是搞那个历史的 那个 搞 搞 搞文明 什么事先的名的 挺棒的 你 啊 这是来自于 什么 殿家 苍苍 白鲁为双吧 是吧 若没记错的啊 那两字我合不认识啊 先查的 先秦的 世经 我记得是 世经的一个东西 你那个提到了那个 就是关于美国的那个问题啊 我在那边跟郭云华 已经两个人说了半天了 他就提出来很悲哀 我是咱们同感 我也很悲哀 悲哀的原因再简单不过了 就是党媒 就是媒体姓党了 和我们一样 很厉害国一样啊 就这么个情况 所以说那个 现在对老川的这个穷碎猛打 实际上是放置他 建立第三党 防止形成三党政治 也就是说美国有一个 美国真正的这个 这个要求美国成为美国的 保持美国原生态的 这种状态的 这个势力将会被 密杀掉 原来呢 我觉得呢 最起码老川可以玩一个 三党政治 那一个第三党 是吧 现在看来也够欠 对他是穷罪不舍 穷罪猛打 咱们就痛打落水狗吧 是吧 所以说那个 美国社会肯定是撕裂了 这种弥合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 其实就是 违反宪法和捍卫宪法之正 这个捍卫宪法看来是不行了 这个美国是拿了宪法当幌子了 而且呢 在巨大的利益面前 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这个共同体呢 也可以叫它是 一个共同犯罪体系 他们是践踏 宪法的 他们的方式呢 是 就是打出红旗反红旗的 就是咱们都经过 经过那个 这么多次路线斗争 可以用利害国来讨 简直是惊人的相似 所以说那个 对美国的悲哀 就是这么悠然而生的 李大同 李大同比我小一岁 也是内蒙之心 阿不嘎的 和老附一块的 对 大同很棒 大同 我们在那个三那 在我们俩加了微信 咱们群里的那个 卢耀刚 就是那个 端一之道 咱们一块去的那边 去的那个 就是亚安红军 设防民军的 亚安团的团长 他的儿子 他们都跟大同在一块 他这风口问题呀 就是防人之专门 就是防人之严嘛 就是防川 咱们过去叫慎与防川 现在可以很直白的说 就是防止第三党的成立 就是防止 对他们的 根本利益的动汉 这个美国不允许 这个三选分立了 美国已经开始 一党一体了 利益共同体了 是吧 全球一体化 看来就是一个恶的 一体化的一个走向 我觉得您讲这个对 现在就是权力洗牌 权力洗牌呢 就是把 新穿的都给洗了呗 是吧 而且是各行各业 我阶级不一样 这个是一次大清洗 他竟然要搞独裁 搞专制 搞暴障 他竟然要搞他的一党体 体制 他只有这么干才行 他要不这么干的话呢 等于是他的体制内 不掺了沙子了吗 他们的权力就不补顾了吗 咱们都是在这个厉害国出来的人 都是体制内出来的 咱们的父母同是体制内的 是吧 咱们对这方面最了解了 我们的敏感程度呢 超过一般人的敏感程度 有很多那个公知 是吧 他们都在那 还在那 岁月静好呢 因为美国四年之后 就会有这么这么高的变化 那都是不懂人事 事事 未经事事的人 是吧 方金夺步 叫鱼如 没戏他 根本不能听他们的 我倒是看好红脖子啊 这真不好意思 其实咱也不是美国人 跟那边没什么关系 我们唯一感觉到的就是 他会对我们的未来文明 起着重要的作用 和伟大的影响 那个谁啊 霍剑呢 你可别被解雇了啊 你们那个公园当挺好的 好好混着了 你别说话 其实我觉得沉默 比什么都重要 你的沉默比什么都重要 西方的文明啊 它是建立在基督教的基础上 基督教里有一个非常准确的 或者说在于普世价值化 在上帝面前 人人平等 所以呢 基于此 才有了现在我们讲的 这个民主宪政社会制度的建立 这也是当年 这个五月花号 在一个时候圣殿山上的一个 大包容的一个讲话 容纳了旧教 也就是罗马教 也就是 也叫天主教 还容纳了东正教 甚至还容纳了 乱七八糟的 种种种种的各种各样的 邪教 比如像摩根 什么之类的 都是那个容纳了 所以说美国社会呢 就呈现了一个一彩分成 而且呢 逐渐地在剔除它原来的不足之处 使民族之路 将变得越来越完美 美国早期文化呢 是一个移民文化 这个移民文化 主要是白人 白人呢 首先第一点 他要统治这个地区 他是用一些比较残酷的方法 比如把疾病啊 战争啊 杀戮啊 带到了印尼安的群体里 同时呢 从非洲呢 能够搭配这个黑奴 是吧 来进行盛产 当然了 他的国家形态呢 也是从西班牙人的 英国人的啊 从法国人的啊 逐渐地形成了一个独立的 这个美国 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 就是人人平等 它的最早的那个形成过程呢 是靠移民来发展起来的 是用野蛮播种的是野蛮的种子呢 收获的是文明的收获 比如我们从此来讲 美国的牛仔精神 什么叫牛仔精神呢 那不就是东部的移民吗 是吧 不就是欧洲来的移民吗 坐着马车 骑着骏马 拿着火枪 什么开发西部吗 所以说呢 今天呢 你你你这种说法啊 人家纳粹 德国早就提出来过 亚利安人至高无上 是吧 从人种学的角度 现在呢 变换了一个方式 是所谓的精英角度 所以呢 这个叫我觉得 非常的可笑 也非常的无耻 就是这种说法 说这种话的人 他们觉得自己是精英 是吧 说这种话的人 他们觉得他们是做学问的 其实他们都是一些渣子 这个民主党他们 这个有一种说法 就是这个 打着自由的口号 是为了实现什么呢 是为了实现 专制的目的 一般的来讲 都是这样 我们的父辈 早期都是这样 为了民主 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 结果现在什么情况 厉害国 是吧 我们都见到了 他们一定要加炸贫困 他们不过是 皇帝的新衣而已 穿了一个 为人民服务的新衣 美国的民主党也是这一套 但是呢 他们的所有的专制行为 其实最终的目的呢 是他们自己的集团利益 小村地利益 他也不是什么精英 精英的是卖狗皮高傲的 他们算什么精英啊 是吧 就您看他们那总统 那儿子罗同匹 他本人也去过什么 爱泊斯坦岛吧 是吧 那个我们都看到了 那爱泊斯坦的硬盘里面 有这个 希拉里的丈夫 是吧 克林顿总统 还有奥巴马 种种种种 很多很多乱七八糟 都去那个爱泊斯坦 结果爱泊斯坦这个人 却死到了监狱里 那不杀人灭口吗 是吧 所以这些东西 它不能够揭露出来 它只能够呢 通过一个缝里面呢 逐渐的披露出来 这种披露呢 越来越被媒体呢 紧紧的压着 捂着 盖着 遮掩着 不允许它 这个 让大家都知道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了媒体 信党的嘛 是吧 它已经成为了有喉舌了 那你说这叫精英文化吗 这叫精英政治吗 我告诉你 什么叫精英文化 当年我们在中央学习班的时候呢 就七八九学习班 是1968年的9月28号 在北原少官所 由毛泽东亲自批的 这个叫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学习班 我们在那经过 经过了一番历练 包括当年那位 博老二 是吧 也从那儿出来的 博家三公主都是那儿出来的 还有何鹏队 等等等等 一大堆人 包括路德 路定一 那是一个 这个经济学方面的一个精英了 那是一个院士了 学者了 都在里面出了 这里面咱们群里很多人都认识 包括董建宁 什么的 我们都在一会儿 在马上都举行过活动 在这个学习班里呢 有一个人物 这个人物呢 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 他叫王宏顿 他是研究 马克思韦伯的 就是也是个犹太人 他是反对极权的 这么一个人物 而且呢 王宏顿自己呢 就是一个 在818那天 他就指着我们这些红美兵啊 说你们都是纳粹分子 指着那个人 他是希特勒 王宏顿自己跑到 北京万学院 他的大学上 他就给需要写的方 退团申请书 内容很简单 就是 你要将中国影响何处 你要向中国青年影响何处 你要将中国人民影响何处 你是一个人用枪杆和驱动的革命 鉴于此 我坚决要做退出共产主义青年团 就这样 于是呢 救着苹果 喝着滴滴味 是吧 双手拿着告世界同胞书 两手访黄文件也叫 走向苏联大使馆的路上 他倒地了 他被送进了第二模范监狱 被救活了 被死了 因为他吃得非常浓 那个 迪迪背 浓了是死不了人的 被得吸管就完蛋了 不是 浓了不是死不了人 是救救救急死死不了人 后来在徐一帮里呢 他就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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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象非常深 他第一天呢 就给我吃馒头 因为我们在监狱里出来 吃得很不好嘛 那到了那个徐一帮呢 就是人家两个大馒头 一块炸带鱼 是北京特有的一种 特别解馋的一种吃法 他就说 哎 这个 总医生 你够吃吗 我说我不够吃 我那个 就是 延迈给我很能吃 他就给了我一个大馒头 他说我问你个问题啊 人类未来的发展趋向是什么 我说共产主义 你那时候我们说的教育就是这样 就是这么愚蠢和无质 他就说 你错了 我一听 我 马上就觉得 这个老反革命 他大学生 他马上就追了一句 你阉割了科学 叫科学共产主义 你看他是一个非常非常 善于顺美的人 到底是研究美国的吗 他也是北半 是学德语的 就这个人 结果呢 他在学习班里呢 他成立了一个 这个反革命小军团 这个反革命小军团的名字 就叫科学同盟社会 他的理论很简单 认为人类未来的社会发展趋势 是以科学家为领导的 由这样的一些科学家组成的联盟 形成的人类未来社会的一个构架 这叫科学同盟社会 就跟同盟会似的 就这么一个组织 他就为这个社会理想 去丰富它 去怎么组合它 怎么置换它 因为精英不可能 永远是精英嘛 是需要置换的嘛 是吧 不能保持永远的权利嘛 永恒的权利嘛 是吧 他在做了一系列的理论研究 这个东西我们早清说过 这叫精英社会 精英社会的构架 也不是这些巫围万发蛋 能建立起来的 他们是什么东西呀 就说吧 咱们这讲人性的不完整 这一个班子 十多个部长 只有两个正常人 不是男的非要当女的 就是女的把自己 他妈的安了个机把当男的 要不然就是同性类 这什么烂七八糟的呀 尤其最可笑的就是穆斯林 他们的移民局的局长 居然是伊斯兰教的 教徒 那么言外之一 就要帮美国伊斯兰化 大量的引进伊斯兰嘛 引进这些教区里的人物 最后形成一个乱七八糟的 一个社会嘛 是吧 因为他那个伊斯兰教 我们都知道 跟共产主义是一样的 要将伊斯兰教的 所谓的新越级差变全球 它的原教之主义 就是我们规定的嘛 谁让我妈妈是回回的 所以对此我非常了解呀 是吧 咱们这个很多人都是这样 咱们的群里面 不是妈妈是回回 或者爸妈是回回的 所以说在一个人心不完整的 构架的 这个权力构架里面 他们所做出来的决策 是什么 是吧 是我们那位小三 何景丽同志 是吧 掉了根这个 这个什么叫 叫大麻吧 是吧 就当众抽着在国会里面 喊着呀 我们就是要让他合法化 你他妈抽就是犯法呀 在国会里抽啊 就是什么 他就公开的可以挑战法律 藐视法律 连法律的条款 他都可以蔑视 他怎么能够尊重宪法 美国是一个宪法社会 那么我就问你了 你们这帮人鼓吹精英的 你们想踢掉宪法 那么你们破了 你们给我们立什么 你拿出一个立了 能够说服我 你们可以通过你们的宣讲 娱乐 你们可以控制媒体 你们可以进行灌输 你他妈教育教育老子呀 是吧 装他们什么傻逼呀 我操 这种他妈人还叫精英呢 人渣 所以对那种说法 我听了都觉得恶心 像喷饭 觉得自己特适的东西 是吧 你是三头六臂 你还长了八根鸡 得谁操谁呀 是吧 装模作样的 你叫什么 捏着鼻装紧 你用北京话的样 还精英呢 我听了就恶心 反正我知道我在马上里 我是骑马最棒的 我是对马性了解最多的 我对人性也略知一二的 我对我的功能就非常尊重 虽然我说话 妈妈咧咧 大约还是固有的那种 发气和狂傲 但是从心里面 我非常尊重他们 我知道功和人 住在一起 就他妈是一个字 我们汉语里最大的一个字 老天爷的那个天 所以说 当你说那些红脖子 不叫东西的时候 那么他们是什么 他们在支撑着美国 当年有一个人叫 傅夏林的美国大使馆 专门付了交流杂志 我每个月都能够从他们的拿到一本 其中有一篇文章给我印象特别的深 就是专门讲美国 美国不是纽约 美国也不是洛杉矶 美国是什么呢 美国是五万人口到十万人口的那些小城镇 他们在美国中部 美国南部 美国的边缘地区 他没有讲这些人是什么人 但是能明白 明明白白的 明明薄薄的 告诉你 他们是白人 他们是红脖子 所以说当我在美西 听到很多人看不起红脖子的时候 我现在问你麻辣鼻 你麻辣什么东西 叫你们的草 一天到晚 他妈的老他妈钻政府的空子 叫你们的爹妈 住在他妈的共产 美国人办的疗典院里面 拿着共产党的双份工资 有金没劲 反正我是不干那种事了 我就特恶心 我知道我女儿 跟我跟我老婆讲 跟我老婆讲 说你到美国来 我得给你办一个旅餐 你就住养老院 我他妈嫌丢人 我老婆叫你娘不许去 我们他妈没给美国 做一分钱的纳税 我们有什么脸 去占人的便宜 当然女儿交的税很高 交的税很高 他说我不愿意把这个税 给他们那些黑人 给那些那个好以务劳的 那些穆斯林嘛 那些乱七八糟的人 我希望能给我妈妈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纳税人有这种选择权呀 不是没有啊 他要把他原来是42% 真的要交37%的税 交给政府啊 是吧 那税是很高的呀 那么美国有多少 这样的中产阶级 交高税的人很多很多呀 是吧 那么这些人交的高税 都给的谁了呢 确实给的你好以无劳的 所以我觉得在美国的这个 像这个现在民主党提出来了 大量移民 是吧 这次要能放一千一百万 烂七八糟 这一千一百万烂七八糟的人 进来以后 他们就会成为民主党的选票 我他们听着有点可笑 那谁养活他们 你们他们民主党养活吗 他们还不是中产阶级养活 一个红脖子养活 你是吗 都跟那些老老实实干活 送到财富的人 来养活他们 大资本在海外他们不交税 这回川普提出来 你们在海外你们得交税 你瞧他们一个人 跟他们捅个马蜂窝似的 有进没进的 他们心里没有美国 只有利益 而且在我眼里 他们不是精英 他们是人渣子 其实要痛快地讲的话 可以说的问题很多 比如高科技 高科技呢 当把我们的隐私权 给否定了的时候 那我们怎么捍卫我们的隐私 当这个高科技 把我们用机器人全面替代 使我们根本就没有 任何就业的机会的时候 怎么办 所以说高科技 它可以成为一个 少数人统治这个世界的手段 但是呢 高科技呢 它不能成为 违反人文和人性的工具 这是不允许的 所以说美国出现像 川普这样的人 道理很简单 他就是要恢复 美国宪法的原本的意义 要让每一个人 像人一样的 有尊严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为什么挺川呢 就因为这个原因 可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情况呢 是比如 这个我们的媒体 厉害国的媒体 肯定特别高兴 是吧 这个让我们厉害国 变得不厉害的这个家伙 它终于要完蛋了 其实我们现在也对它的 这种格局感到很悲哀 有些人说要 有希望 这样那样那样 狼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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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喊了那么多 反正我是不信 我只信一个 他是守规矩的人 应该首先是一个基督徒 他也是个讲原则的人 他手里没有拿到 确实能够置对方于死地的 证据的时候 他也是无能为力 那么如果说 拿到了这个证据 他有这个力量 能够有作为吗 这还都得两说着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纷繁复杂的 那么一个格局 我们现在谁也不能对它 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 或者是定义 但是有一点 我们自己必须要明白 就是说 我们不能够沦为他人的奴隶 我们不能够批评精神 这点要推送鲁迅的一句话 如果我们没有批评精神 第一这样说的 我们生活在反腐的社会 诡诈的世界 如果没有批评精神 就容易顺做他人的奴隶 所以我就跟我讲说 你说你有什么用吗 毫无意义 一点作用也起不了 是 毫无意义 一点作用也起不了 但是恶之所以存在 就在于我们集体的承诺 这是非常可怕的 我记得那时候 徐毛选的时候 说来可笑 就说 什么叫先进 先进就是帮助落后的人进步 什么叫上帝 上帝就是要改变这个世界的不公平 要去除这个社会的邪恶 我认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如果说按照基督文化的精神来解释的话 我们对苍生说人话 我们就是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这样一个心理防线 不允许任何邪恶的力量 什么所谓的内部精英 来摧毁我们的人性道德的底线 其实这个群 它的作用也在于此 我们就是想让这个群 变成每个人都知道 什么叫活着 活着 什么叫明白 什么叫有意义 什么叫光彩 我觉得就是为了这个 才有了我们这个群 那这要感谢疫情啊 那就是一个 一个叫什么 叫灾难的种子 获得了文明的硕获